基本法第157條 多謝李奧妍、張俊勇兩位基本法香港都委員會成員 跟我們講解一下 上一集156條講香港在其他地方設立機構 這一集就輪到外國在香港設立領事機構 第157條 外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領事機構 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機構 須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已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在香港設立的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機構可預保留 尚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在香港設立的領事機構或其他官方機構 可根據情況允許保留或改為本官方機構 尚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的國家 只能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立民間機構 看到其實這四款第一款就是講一個程序 任何外國的政府要在香港設立領事機構 或者官方或其他官方機構 其實都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的 但原來二三四款是幾種情況 三種情況 你講一下浩然 很簡單 正如你剛剛提到 只是官方或本官方或領事機構來到 當然要經過中央政府的批准 有三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外交關係 可以在香港設立領事機構 即已經建交了 或者其他官方機構 第二種情況就是 他未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這些未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地區等等 他只能夠設立半官方機構 或者根據情況去考慮一下 如果已經有領事機構會否保留 不過主要就是以半官方機構為主 因為未有正式的外交關係 第三種情況 可能已經原先來了香港 是的在回歸前 第三種情況更加低一點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未承認這個國家 亦都很容易理解 我都未承認你 其實沒有一個官方的關係 以及官方的地位 自然只能夠設立民間機構 三個情況就是 一級一級這樣下 其實我們見到很多時候 歐洲的部分地方 經常別開結合組繫在一起 其實都是需要一段時間 譬如中國或西方社會 去確立那個國家 所以真的會中間有一些卡拉圍 有些間諜 改變又會增加減少 真的會 Thomas 我們香港其實不是叫大使館 因為大使館叫在 大使館其實是要在首都 特區有領事館 總領事館和領事館 有兩種的 分別有多少呢 總領事館香港直至昨晚有62間 總領事館 而領事館直至昨晚有60間 其實反映了 因為香港是作為中國的一部份 大使館就不是在香港 因為香港沒有國家 住一個國家是大使 通常都在首都 總領事館和領事館 聽過名字都知道 總領事館應該是更高規格 我看不同國家的實質需要 有些國家可能和中國邦交多些 或者和香港的相關邦交多些 他需要人員配置更多 編制上的 和相關權力 和職債更多的時候 他就有總領事館的需求 舉例如美國 其實美國是一個總領事館 美國總領事館 香港的總領事館 其實是亞洲最大的 其實比北京大使館 人員配置更多 要看實際需求 有些國家可能是 純粹是相貌的關係 所以亞洲通常都在香港開總領事館 有20多個 非洲就開領事館 還有很多是榮譽領事 其實榮譽領事也當是領事館 很多時候 角色可能純粹是旅遊簽證 需要做一些相關的 一些簽證的角色 或者是代表國家 在香港的特別人證區 做一些禮儀上的事 也很有趣 現在各國在其他國家 開領事館都越來越多 因為 很多時候很實際 例如學生需要去 簽證 例如在成都 可能在當地已經有 亦都不需要特意去廣州 或者其他城市 方便了不同的人 有一年在新春酒會 我也聽到前特首梁振英 說阿魯雅圖 都在香港開總領事館 看見他們對香港的重要性 另外還有一些機構 都在這一節 或者這一條條文是有關的 就是一些官方認可機構 譬如歐盟的香港辦事處 又或者譬如 我們說世界銀行的 東亞及太平洋地區 私營發展局的辦事處 國際金融公司的 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辦事處 大家比較 在民生層面比較聽得多些的 就是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處 的辦事處 其實都是一些海外的組織 或者外國的組織 在香港 在國際法上叫做超國家組織 另外我們作為金融中心 當然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處 和國際清算銀行的亞大區民事處 最後就是Thomas之前都有提過 原來這個海牙國際司法會議的 亞太區域辦事處 都派在香港 所以應該這樣說 其實基本法給了我們 特別在這個第七章對外事務 就是無論是外國 還是一些國際組織 或者國際協議 其實都考慮得非常周全 而且是給香港很大的授權 可以去用各種的認識去參與的 所以,我沒有提供者 我沒有提供人的 不在這裏 就不在這裏 作詞有所到的 我沒有提供人的 有個主要是 那這裏 而且,我們在這裏